最近有很多人在评论区问我什么是织一型脱发 今天就做一些视频集中讲一下 织一型脱发其实有很多个名字 它还叫熊激素原性脱发 男性性脱发 弥漫性脱发 早脱等等 相比于其他脱发类型 织一型脱发的治疗要复杂得多 我在这里就结合中国临床皮肤病学这本书 它其中所写的一个诊断标准 以及我从事毛发医学十多年的一个经验 分享给大家一些实用的判断方法 第一从脱发人群来判断 脂液型脱发一般多发生于20到40岁 并且男性的发病率远远的高于女性 第二从头发以及头皮的健康状况来判断 脂液型脱发患者在脱发早期 头发的直径会进行性的变细 头发密度也会逐渐降低 直至出现不同程度的脱发 同时还会伴随出现头皮油脂分泌增多 头皮屑大量形成 头皮搔痒等等一系列情况 而皮脂的过多分泌就会堆积在毛郎周围 很容易导致麻辣色菌 葡萄球菌等真菌快速繁殖 严重的话就会发展成直性皮炎毛郎炎 甚至影响到毛郎的一个正常生长 从而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第三从脱发症状来判断 相比于其他类型的脱发 脂液型脱发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那就是典型的区域型稀疏 男性脂液型脱发在早期 表现为两侧病角处脱发 两额发际线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后移 随着病情的进一步发展 头颈头发也会脱落 严重的脂液型脱发在后期 只剩下后枕部还有两侧保留有头发 也就是传输中的地中海 女性脂液型脱发一般表现为 头发弥漫性稀疏 脱发严重 头顶部头皮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裸露状态 但是前额还有发现的位置 通常不发生改变 结合以上三点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 有其中两种情况 请扣一 如果全重的话 请扣二 有以上的症状也不用太担心 目前来说 改善脂液型脱发的方法有很多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头发问题通过私信发我 我会根据你们的头发情况 有针对性的给出对应的治疗方案 最后感谢大家的三连支持